也是一個比較深色的配層 我現在穿這個另外還有一個Sweet D的顏色 Sweet D的粉紅色 一個格仔的圖案 它是用了花蕾的布料 這隻花蕾是很有驚喜的 因為這隻是有毛毛冷的花蕾 而且是極度滑手滑身的毛毛冷料 這隻是這樣的 這些全部是滑身的毛毛冷料 也真是想不到有這個手感 這個質感 因為真的很軟 很軟 那這個 這一種的花蕾 通常都會有一種比較大小的效果 那這一隻的Cutting 它是正常的圓領款 在手袖就有一點點打了閘 有一點點的 就令到那個款式 就Lady一點的效果會強一點 那這個它可以搭的Style也很多 我想搭得斯文一點 因為我想更加突顯到那個風格 那我就搭了這個短裙 我好少穿短裙 對,但我覺得這樣搭是挺漂亮 對,搭一個袋 那已經是很有氣氛 也是Grant的氣氛 那有一個很型格的Style 可以搭了一杯 那當然可以搭一些高跟鞋 那也是成合 那這條裙的款式是偏向Lady一點的Style 那這個是Lown裙 那這一隻的布質 一點都不透 絕對不需要打底 一點都不刺的了 那這一隻的彈性度呢 給大家看看 對,有一點的 那你會看到那個胸都是寬闊的 這種cutting都很適合襯外套 那比較斯文一點 那除了我現在這樣搭這一種 比較斯文一點的 或者Lady一點的裙款之外 都很適合襯西裝褲 因為比較正規 比較斯文一點的風格 這個出品比較斯文一點的批法去設計